大家好,我是一扬 很多人腰部酸痛 第一反影响到的可能就是腰肌劳损 于长时间的维持一种姿势 如果长期的站立 长期背负重物等 会使腰部肌腱 韧带 伸展能力减弱 局部积聚过多的乳酸 使腰部肌肉的正常代谢活动受到限制 导致腰肌劳损而引起腰部酸痛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调理拉伸动作 可以在每天久站久坐之后 每天晚上躺着练习记足 仰卧在床上 将两腿屈膝 手放在腹部 这是动作的起始姿势 接着缓慢地 将腿部向左倾斜 直到左腿贴到床面 此时能够拉伸到我们的腰背部肌肉 通过拉伸 使紧张的肌肉得到放松 这个姿势保持5秒 然后缓慢地返回 稍微停顿 然后再向右侧倾斜 直到右腿贴到床面 此时能够感觉到腰背部非常的舒服 5秒钟以后缓慢地返回 稍微停顿 然后再向左侧倾斜 坚持5秒 1 2 3 4 5 返回 腰结老损的主要症状 就是腰部时不时地酸疼 特别是在做完体力活或者激烈的活动之后 在平时不要长时间地保持一个动作 长时间坐着或者站着不动 都有可能引起腰疾劳损 所以想要远离这个问题 大家就需要多做舒展的运动 特别是办公室的白领人士 最好是每隔一小时就走动一下 这不仅能预防腰疾劳损 对于视力也有保护的作用 除此之外 就是生活环境 南方地区都比较超湿 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超湿的环境里 腰疾劳损的症状就会加重 所以在平时 不应该居住在过于超湿的环境里 这期我们分享的拉伸动作 向左向右为一组 每天做五组 身体有动时 动作不要太快 要缓慢地练习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杨 咱们下期见